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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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到看来 蒙向编辑部的《笑声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柳山 和我们新西兰易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蒙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步》的还有《晒冷气》 到须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什么朋友 亲戚等等 是有拿着这个免针子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最近有宣布了 由七位医生发出超过两万多张的免针子 接下来滴答滴答滴答 不是很多日子做 12号就会被DQ 哇 就快到了 这个时候快点就拿回一张新的了 是的 当时有些议员也有帮他们做炸仰 就说江玉宽议员说这个做法专横 还发了一篇文章 写到政府方面 他用一个引号写着 何时变得专权 劳斥 劳局长的做法相当专横 法律方面我们也解释过了 其实是有条件 也有根有据可以这样做的 就着江玉宽议员的隔空开拖之后 其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有反驳过的 帮我帮劳局掌手 合情合理 其实我看到政府也有很低调做出一个叫做補救的形式 我又觉得为何要这么低调 为何不高调 为何要高调 其实我又不是我明白 当是回应议员也好 再者 如果那班人 如果真的这么硬 有没有搞错 DQ了 你的面针子 我们也知道 如果香港很多朋友 那个抗争 DNA 都是相当泛滥 也是很活弱的 如果大纳纳 有些是五百元 有些是几千元 你说DQ我 我都没有用到尽 这样的话 一定会反枱 到今时今日 都真的不太过人反枱 我们再说 刚刚出了一个小小的宣布 就不是那么高调 就说 市民除了可以叫做自行 咨询一下私家医生之外 亦都可以透过普通科门诊的电话预约 或者医管局的流动apps HA-GO 去预约普通科门诊的功能去预约 你到时就可以去医管局 核下的普通科门诊的诊所 去咨询一下 究竟你能不能够继续获得 这个叫做医学豁免的 还有非常之好 那五草东西 门诊的收费 亦都可以叫做豁免 是呀 都可以 挺好的 也是吗 挺好的 是的 我觉得 不错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么有问题 是需要拿这张免针纸 亦都觉得政府很专横地 DQ了你的免针纸 你便利用他50元的门诊费 都不用收的门诊服务 去问一下自己 究竟是否可以继续得到这个豁免 如果是的话 你便拿着这个证明 再去申请一张 哇 免费的预约门诊也是专横呢 是吧 那是不是专横呢 我都想问一下江若寛议员 这件事呢 政府方面都不怕了 因为大骂骂 喂 两万多人哦 就是禁锁这个apps 会不会呢 不要说禁锁 如果真的有两万多人 会出来 这样去拿的话 那个行政成本都很高 是吧 对哦 其实那50元呢 大哥 都是象征式的 那这帮人 假如 我现在给你手机去登记 最容易的 都是按一下 按几个按针 对哦 按一下而已 提供50元都不用了 等一下可能说 哇 这个样那样 是免费的 给你做个资讯 如果你都不来的话 然后到12日打口 在呼天抢地的话 我觉得很应该 因为其实 卫生署方面 其实都存在了是这一阵的资料 我觉得应该要逐个问一问 为什么你们不需要再拿回豁免的证明 为什么之前也这么辛苦要这样排 我们要记住 之前不是排到某些东西吗 是的 没错 理论上那群人还要在短时间 只有半个月左右 这段时间要补免针指 我觉得起码我们都会看到市面上 可能会有一些诊所也会大排长龙 才能消化这群人 是的 可能是这样 那没有 只剩下几天而已 那怎么办 这群人是否应该要洗还是屁股坐牢 真是好事 看这群人 我觉得不用洗的 去到监力才洗 你就不要拿面斟指 等到真的要追究起来才出来 这样吗 假扮猛 躲在一旁 行不行 哎呀 麻烦了 大家又在想要去泰国 又要去乡下 又要去哪里玩 大家都在想这些 如果不是的话 可以打針吧 可以吗 可以打針吧 你突然间又可以打針吧 是的 我就会解释 我觉得我其实都可以的 我就胆粗粗自己试 原来可以 那就没事了 原来那个医生骗我的 其实我可以不用免針的 那对不起 再说一下 可以吗 这样就要查一查 之前你所报给他听的问题 究竟是否完全没有 还是怎样 这个呢 我想到时政府方面 和律政司方面 都很久了 因为有两万个案子 一炮过 比黑暴更厉害 那些事件 哇 有很久了 因为黑暴也是一万多宗 你一口就超过了他们 厉害 不知是否江玉宽议员 都看到50元 都豁免的大计 所以看到他这几天 都静了很多 那都是好事 是吧 是 也都证明了 这个不是专横 是吧 是啊 也算是静悄悄吃鸡批 就去和大家说一声 现在就可能都从线油了 就听到江玉宽议员 这样50元都不需要 和安排到这样的服务给大家 好 那我们呢 关于这个免針子 热切期待究竟 究竟会拘捕多少人 除了这七个医生之外 其他人究竟怎样呢 何时才是事实到呢 我们自有分晓 好了 我们跳一跳 说另一间的店铺 近来看到他们有些 不是很妥的 这间算不算是香港来说的 传奇饼店 虽然不及美心 东海堂 这间叫海丝饼店 台湾有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 原来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见过 我没有进去买过任何饼 没试过 真的好不好吃 我也不知道 有些是老的 一开始盘股猜 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尖沙咀刚开的时候 真的天天都很爆肠 很多上班族 买个面包 然后就叫了酒 另外也有很多回忆 在里面 不是特别特别好吃 不过吃下去 挺有香港味 怎样叫香港味 例如什么 菠萝包 鸡味包 腸仔包 也有 还有其他一些 不过价钱 我们觉得越卖 就越有些少贵了 例如什么 耶他 那样 都挺贵 现在看到 就说 给人入品 追讨欠税 和欠租 大概2000万 原来过去来说 老板已经将他 过亿元的物业 用来抵押借贷 再借贷 不单只欠租 欠新 这些都有 这么大剂 哇 会不会又像 另一家 饼铺的后尘 搞到要清盘 都不顶 其实原来 数一下数一下手指 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可能后来才 我们为人所熟悉一点 还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就是半熟工房 我都记得好像是老板的儿子 另外再出来搞的 那些什么半熟芝士蛋摊 那时候我都记得 哇 为求 买一个来吃 都要出些付费才是排队 有这样那样 即什么时候才有一转 还是什么 都是因为疫情 还有其他不同的问题 现在就看到 都不是做得很好 不过 定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 希望可以捱得过 希望是这样 好了 这个海丝饼店之后 又要说回 昨天那位标记麻将 即是首丢麻将 那位哥哥 原来他71岁大售的时候 就说知道要清拆 他说 我丢了半个世纪 没有那么快气拳 那好吧 意思就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意思就是 你没有了这个店 其实还有其他机会 可以继续做下去 有什么大南街 是不是很流行 搞什么文青 还是什么 有什么咖啡店 那边比较旧 那边比较旧 很棒 很有文青味 那白你便去那边 做一个工作室 做一个工作室 就是雕麻将 对吗 可以啊 是啊 可以啊 这种安排 那他说 有什么雕童子 是最难的 其实有一些东西 是过去了 或者不再需要这门的手艺 或者这门的手艺 也没有成为主流 或者有那个叫欣赏价值 当然了 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那你说 例如我丢了一刷 你看 每个不同的 我可以丢一些 那只一刷是那只鳥 是啊 有些丢猛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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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造型 即是鸡 或者孔雀 什么都可以 那可能也有那个味道 可以 这个可以 不是说 踩它什么 那我看到它呢 就贴了一张纸出来 类似是什么 撕粒大清货的 那些 暂时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去买 我看到有 那真的不够意思了 为什么不 趁现在可能 就撕粒的时候 要清货 不帮手呢 是不是 我看到它有一些 造型都挺别致的 有这个的圣诞老人 有这个的 这个的 Joker都有 有些麻将是这样的 那么有趣 是的 我也说 它搞回当这些工作室 应该可以想想 可以的 是的 或者订造一些 一些特别的麻将 是一千零一库的 被人去订造的 这些可能 里前更好一点 对不对 一般来说 我们平时真的拿上手 玩的麻将 去到今时今日 很多内地工厂做的 对不对 这位 刁麻将阿叔 你怎么能够跟他们竞争呢 那去到今时今日 发展到今天 我不认为 他的技艺会因而失传 只不过 我觉得他可以花点 心思思考一下 将来是 如何继续做这盘生意更好 我觉得他不用灰心 我反而 没有人肯继承他的衣缝 或者传承他的手艺 应该找那些 未来要去BNO祖家英国 就叫他们集体一起来 他们说 香港特区政府 最喜欢拆掉这些 把这些文化赶住 他们说要在海外 继续发扬光大 要么你就去BNO祖家 再教那些BNO祖家 就慢慢交易 他们都喜欢交易 亂交易 就教他们 一门手艺也好 我不知道伯伯 你没有BNO签证 或者你尝试拆散买 看看会不会好些 而且一直说这么多 都没用 是否政府逼你 还是业主逼你 其实就没说逼的 你自己不要说到太夸张 或者媒体也不要说到太夸张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你的媒体 不要说被迫 从历史上消失 我觉得不要那么负面 反而是可以找些人 帮他想一下 如何将他这门手艺 全城内 之余如何帮他这门生意的转型 他就可以继续发挥他的手艺 并且也可以将他这门手艺传给其他人 我觉得这样更加积极 不要说到好像被迫签 要清拆 哎呀没有了 搞到好像很灰暗 不如来说些开心事 好 好 看到林郑月娥 原来对于打球这些活动是有兴趣的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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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他懂得打球 现在最新最新 原来他又去拼身 到洪馆去支持傅家俊 因为刚刚是一个香港桌球大师赛 很多人说新加坡都抢了 其实这个比赛都仍然能够在香港搞 虽然又说要有什么0加3 还是怎么样 他们都OK 其他选手 还有傅家俊非常好 他说事前要跟球手去解释一下 安心出行是怎么样用 例如奥苏利云 希建斯 沙比 赛林普 都要逐个逐个跟他们说 即使他们私底下 都是有聊天 他说大概解释了多久 他解释了多慢 他用了整个小时才能解释到整个apps 那么难吗 我自己开过来看 不是那么难 不过可能一些世人是没用过 可能 可能会觉得还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什么 可能一来到他装个apps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奥苏利云那些手机 可能很旧 可能镜头掉到破坏了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也是 再者 就算现在林郑去看桌球 希望人们也不要攻击她 只不过她走去拍张照 也不是被人登出来 也不是说她刻意去拿镜头 还是怎样的 有没有搞错 那么多人找她拍照 扮受欢迎 这个是别人找她拍的 不是她自己做摄石人 对吗 不是 那不是说得坏 其实有些东西过去 大家当是做个朋友 还是怎样都可以 大家可能看到她 其实香港朋友 都没有什么叫仇怨 所以是否叫有仇必记 我想其实看到林大 现在都多了些不同的场合 或者去买菜 还是怎样 再者都是别人拍她 什么野生捕获 这次有点不同 就是她站起来的时候 有些媒体去拍摄 不知道是否认识附加俊 还是怎样 都来看看 可能是 所以就不用太过杀有介事 如果见到林郑在桌球 那就有趣了 那倒是 我没见过 大家没见过 来看球 而且这场是一场颇为 对香港来说 颇为有意义 尤其是香港到目前为止 那个防疫措施 比一般西方国家 都是较为严谨的 大家可以见到 现在开始 香港都有一些国际赛事举办 对香港将来复偿这条路 给人的感觉就是 又走前多一步 现在见到 连举办这些赛事都很安全 也都令到公众 对复偿这个远景 更加有信心 对不对 有信心就是一件事 有些 传闻又再传 据说 维珍航空 就说 要告别香港 很多人说 因为香港不再是 亚洲航空的输楼 就是新加坡 我见到很多人都在吵 现在再有些消息 都说有其他的欧美航空公司 想着跟违珍这样 告别香港 千万不要老 因为违珍那边也说了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 令到航道有问题 因此想放弃 现在说一下 其他的欧美航空公司 都说疑似 透过旅游界的立法会议员 什么时候会宁嘉宁 还有说到 香港的闭环管理这些安排 这样变得很大的成本 会增加下去 还说不少公司 都改了去新加坡 日本和台湾 如果认为香港 再紧手下去的话 真是很难维持到 这个国际航空的输楼地位 我想给多一点点时间 我想宁嘉宁在望 希望是的 其实我也挺期待的 不过我相信 特区政府也是有他们的安排 慢慢慢慢就会 会服尚的 我觉得这一样都是时间问题 不用这么赶着 要现在一个一个都在 逼特区政府做事 特区政府也有自己的安排 对不对 给点信心 我相信 我看到这些人都去得很开心地玩 什么泰国 有很多人 很多人都去过去 很多人都出过去 又回来了 其实三天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都是一个麻烦 到将来出现零加零的时候 那就加大欢喜 对吧 对吧 因为有些在外地来的 例如澳苏利云那些 有几人不出去吃东西 他们都会立即问到这个问题 那怎么也好 给多一点点时间 好了 我们今天的香港早晨时段 暂时聊天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